六位学员中 有五位拿到相同的一个词语 剩下的一位拿到与之相关的另一个词语 每人每轮只能说一句话描述自己拿到的词语 但不能直接说出那个词语 不能让卧底发现 但也要给同伴以暗示 每轮描述完毕 六人投票选出怀疑是卧底的那个人 得票数最多的人出局 如果出现平票的情况 则平票的人需再描述一轮 由其他人再次投票选出卧底 若卧底存活到只剩最后两人 则卧底获胜 反之则其他人获胜 谁是卧底 我们这个节目没玩过这个游戏 不会这么难吧 几个卧底 一个卧底没有空白 一个卧底 一个卧底没有空白 说了有什么惩罚 我们自己定惩罚好不好 下车 下车 说了下车 这不是惩罚 下车 这不是惩罚 第一轮描述就从小七开始吧 好 巴拉 那就是你了 干什么巴拉巴拉 不投了就是小七 我要给人家玩游戏空间 来 阿婆 这么转 需要说大量的话 需要说大量的话 该我了是吗 好笑 好笑 如果包袱不够心 容易被观众破梗 你好吵 你说的好吵 我们刚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 他这个好笑 你为什么要点评别人呢 你想好自己要说的 因为他把我就是想要说了 你这样很容易一下用掉好几个点 倒是让人家没得说 对 请文涛开始描述 听这个一般要买票 一个不按刑事 第一轮投票开始 我都忘了说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放弃吗 第一轮 第一轮都一样 我们第一轮都不投 再说一轮 等一下 我们复盘一下 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 大概都知道是哪两个团 对 而且每个人又害怕自己是那个 对 但你不能说哪个 但你不能说那个还是那个 真怕自己是卧底 所以说的磨了两个 我心里有两个人选 我心里只有一个人选 我也一个人选 就是小齐我也是 就他 巴拉巴拉 你巴拉什么呀 巴拉巴拉能量 巴拉巴拉小薄鲜 我投小齐 我也投小齐 来来 3 2 1 投 就因为你有人选就投你 我投杨迪 你疯了 不 不 不 这样的话 我和迪哥平票 我投的杨迪 迪哥迪哥两票 然后我两票 你三票 我三票 我怎么三票 那你有三票 我有三票 还想跟我PK 卧底没有出 继续